美国人的平均年薪是54,132美元 但有不少人的收入远高于这个水平 那么,哪些工作能获得高薪呢? 25个收入最高职业的平均年薪都在6位数 每个职业的年收入都超过12万美元 且许多收入最高的工作都在医疗保健领域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汇编的劳工统计局数据 麻醉师、症基医生和内科医生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职业 他们的平均工资为20万8千美元 医疗保健组织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倦怠 和人员流失导致的全行业人员短缺 而疫情加剧了这种情况 由于需求高于往常 私营卫生部门的雇主提高了工资 以留住现有员工并吸引新员工 总的来说 前25个收入最高职位中超过一半的14个工作 需要博士学位或属于医学领域 其他高薪工作通常只需要4年制学位 分布在IT、销售和营销以及商业领域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以下是2023年薪酬最高的10个工作 1.麻醉师 年薪中位数 20万800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2.口腔和面外科医生 年薪中位数 20万800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3.妇产科医生 年薪中位数 每年20万800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4.外科医生 年薪中位数 每年20万800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5.正极医生 年薪中位数 每年20万800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6.医师 年薪中位数 每年20万800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7.精神科医生 年薪中位数 每年20万800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8.护士麻醉师 年薪中位数19万561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硕士 根据护士麻醉教育项目认证委员会的规定 自2025年1月1日起 所有美国护士麻醉项目都必须授予博士学位 才能进入护士麻醉时间 9.儿科医生 年薪中位数17万0480美元行业 医疗保健学历要求 博士学位 10.飞行员 年薪中位数13万4630美元行业 社会服务学历要求 学士学位 医疗领域需求大家薪幅度高 几十年来 推动医疗保健领域工资上涨的一些因素一直没有改变 昂贵的学费 压力大的工作条件 长时间的工作和提供基本服务 虽然专科医生的薪水往往最高 但全科医生甚至非医师角色 例如护士麻醉师也能带来诱人的薪水 根据一安AON 2022年9月的一份报告 医疗保健雇主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竞争性福利 列为首要任务 紧随其后的是处理职业倦怠现象 该报告汇集了全美超过260万医疗系统员工的数据 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 医疗保健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200万个新工作岗位 是所有行业中工作岗位最多的 我们仍然感受到持续的疫情的影响 因而潮一代正在老龄化 因此我们有更多的老龄化人口 预防保健变得越来越重要 美国新闻职业领域及英格拉姆 詹利克·尼文告诉 医疗保健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成为一个稳定的行业 有大量的需求职业 其他领域的高薪工作 英格拉姆补充道 如果医疗领域不适合你 其他行业如工程和管理也可以带来丰厚的工作 总体而言 更多员工有望在今年看到大幅加薪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 公司表示 他们计划将总预算的4.3% 用于2023年的加薪 这是自2001年以来最高比例 IT读管IT Manager排名第12 年薪159,010美元 财务金以Financial Manager排名第14 年薪131,710美元 市场金以Marketing Manager排名第15 年薪135,030美元 律师排名第16 年薪127,990美元 石油工程师Patrolian Engineer排名第17 年薪138,050美元 教授机与Sales Manager排第19 年薪127,490美元 低算师Actuary排名第22 年薪15,900美元 软件工程师排名第23 年薪127,030美元 计算机网络架构师Computer Network Architect排名第24 年薪12,050美元 政治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排名第25 年薪12,510美元